古话说,行善之人必有福报,那什么才叫真正的行善呢? 我们来分享一个故事。 从前有个名叫刘德发的货郎,一年到头挑着扁单走街串巷,卖些针头线脑,以此来养家糊口。 眼看到了年底,刘德发揣着一年的积蓄,准备回老家过年,然而走到河边,却听到了哭泣声。 听着声音,好像是两头子为了什么事吵架。 孩子被吓得哇哇乱叫,刘德发心地善良,便走过去准备劝架,眼看就要过年了,有什么好吵的呢? 刘德发走过去,只见一家四口人正坐在河边,难得愁眉苦脸,手里抱着一个面黄肌瘦的小孩,身边还站着一个大一点的孩子,拉着他的衣服湿声痛哭。 一个妇人站在河边,也是哭鼻子抹眼泪,好像准备要跳河。 刘德发连忙走过去,大声说道,大姐,天大的是好好商量,人世间没有过不去的坎儿,为啥非要寻短剑呢? 你这不是让妻人伤心吗? 可夫人哭得更有劲了,说道,家里着了火,所有东西都被烧了个金光,人倒是活着,可穷得连一分钱都没有了。 不光没有钱,还欠了一屁股的债,这日子没法过了,还不如死了好。 男人抱着孩子哀声叹气,一筹莫展。 刘德发心想,此时千言万语,不如真心实意,说再多的好话,不如拿出真金白银帮他们一把。 于是他立刻摸出原本留作过年的十两银子,全部交给男人。 男人接过银子,先是一愣,然后连连摆头,说什么也不肯收。 这十两银子,刘德发也舍不得,可他心里明白,帮人就要帮到底,与其掏出几文钱来表示心意。 还不如大大方方的倾囊一住,相比这四条人命,没钱过年,又算什么呢? 想到这里,刘德发硬是把十两银子塞进男子的怀里,头也不回地继续赶路。 做了一件善事,刘德发很高兴,可是他也发愁,这年该怎么过呢? 于是他掉头往城里走,计划找朋友借钱。 这来回一耽搁,天色暗了下来,城门已经关闭了。 无奈之下,刘德发只好暂时住在城外的城隍庙里,凑合一宿。 睡到半夜里,刘德发迷迷糊糊的,看见两个人进了城隍庙, 一个穿着白衣服,一个穿着黑衣服,背对他站在门口,嘴里嘀嘀咕咕的, 不知道在说些什么,刘德发觉得好奇。 忍不住竖起耳朵,这两人先是发了一番牢骚, 然后一边翻看账本,一边念叨着人名,听着听着, 突然听到念出自己的名字。 这两人一边念,一边点头,还说此人受限已到, 正月间就要喝酒醉死了。 这句话犹如晴天霹雳,让刘德发浑身大颤, 心里暗暗叫苦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 这两人说了一会儿,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。 刘德发躺在地上,直到天亮才爬起来, 他也没心思找人借钱了,哭丧着脸。 回到老家,干什么事都无精打采, 不管谁请他喝酒,都一口回绝, 大家也觉得奇怪,这刘德发怎么突然就借酒了? 刘德发找了个借口,糖塞过去了, 每天待在家里,不但是滴酒不沾, 连门也不敢出。 一连待了好几天,这刘德发也想开了, 人都有一死,相比那些稀里糊涂死的人。 自己还知道死期呢, 趁自己还活着,该干啥干啥, 也不往人生走过一遭。 于是,刘德发恢复了笑容, 和往日一样,到处走亲戚, 喝酒,同时忙着交办各种后事, 以免到时候乱了手脚。 一转眼,正月过完了, 这一天早上起来, 刘德发穿得整整齐齐, 喝了一大口酒, 然后躺在床上,等死。 可是左等右等, 天也没踏,地也没陷, 除了肚子有点饿, 还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大活人。 奇怪了, 当初,自己是不是听错了? 于是坐起来,生怕闹出了误会, 就在这时, 那两个怪人又冒了出来, 脸上笑嘻嘻的, 拿着账本站在刘德发面前, 说道, 你没有听错, 但是, 你用不着死了。 而且, 你还能好好地再活几十年呢, 放心吧。 原来, 刘德发用辛苦钱, 救了一家四口人, 仗义相救, 不求回报, 积攒了大功德, 阎王爷秉公处理, 又给他多加了五十年的寿命。 说完以后, 两个使者又消失得无影无踪, 留下刘德发, 一人坐在床上, 一个劲儿的傻笑。 朋友们达摩祖师从说, 善之为用, 不求回报, 一求回报, 即非善也。 真正积攒福气的善事, 是不求回报的, 一求回报, 就不是真善。 而有些人, 做了点善事, 就巴不得全天下的人都知道, 就张手跟人要回报。 这样的善事, 对自己的心灵和道德修养 没有丝毫地提升。 本质上, 还是一个自私的普通人。 谢谢大家。